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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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那我先去了啊 好 去吧 哎 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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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了绝招 我也下定决心 要放弃治疗 一死了之 可是后来 告别你回到家 妈妈跪在我面前 以死相逼 要我接受治疗 为了我 他拼命地打工正前 终于有一天 他凑够了手术的费用 可是当我知道 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却哭了 我却哭了 因为我知道 如果要摘掉我脚踝上的恶性中流 就一定要戒指 我却哭了 我求你不要看 就是因为这条腿 才让我下决心让你以为我死了 小张郎 你知道吗 你是我的初恋 在你之前 我没有爱上过任何一个人 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也是最美好的时光 我记得我最美的样子 就是你为我画的那幅画上的模样 我希望你心里的苗苗 永远都是那个最美的样子 你知道 与癌症奋力抵抗是什么样的吗 除了失去一条腿 还有无锈无止的化疗 多少次我都想要放弃 要不是妈妈 我就 我在进属书之前最后一件事 就是求妈妈帮我向你撒这个谎 求她为我建一座假的墓碑 上面永远是我最美丽时候的样子 墓碑建好的那一天 我第一个去了 我对妈妈说 妈 从前的那个苗苗死了 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苗苗 真的死了 如今的苗苗 只求一辈子简简单单 安安稳稳的苗苗 后来 妈妈带我回到了乡下 因为那里的人 对我不会有异样的眼光 虽然肿瘤被摘除了 可是只要我摔一跤 腿上就还会长出囊筹 像我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配拥有婚姻和爱情 我也下定了决心一辈子不嫁 可是妈妈临终前把我托付给大宁 她是一个好人 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只是我答应妈妈嫁给她的时候 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让我再偷见你一面 也就是那一次 我偷看你站在我的墓前 说你要爱人的时候 我绝对要彻底忘记你 再也不见你 苗苗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这样的举动 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你知道吗 对不起 是我太任性了 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让我们又见到你 因为我要结婚了 我想在结婚之前 再看你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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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是 我是黄耀强的好朋友 我叫卫逗逗 不好意思 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你们的对话了 我们两个只是好朋友而已 你 你真的在这儿啊 有人看见你上来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 你好 我们是淼淼以前的朋友 我们刚才碰到了 就开心地聊了一下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我就怕淼淼身体吃不消啊 对啊 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可能刚才聊得太尽心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淼淼 那咱们先走吧 等等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行行行 我给你写一个 我和淼淼的手机号 都写在上面了 还有我们住的地方 我姓牛 叫我大牛就行了 这次来这儿啊 就是给淼淼治她腿上的病 这不淼淼腿上长了几个囊肿吗 虽然现在没事 但是我怕有一天会恶化 对了 如果你们认识 智囊肿比较好的医生的话 能不能联系我们 没问题 我们一定会的 谢谢啊 谢谢 那我们就先走了 淼淼 那咱们走 那我们以后再聚 谢谢啊 淼淼 咱走吧 来 付好 慢点啊 嗯 来 慢慢走 慢点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懂 淼淼真的是个好女孩 为什么说自己是逗逗 我觉得她受的苦已经够多了 我不想再刺激她 走吧 爷爷还等着我们呢 我想一个人自己借一会儿 淼淼 淼淼 淼淼你为什么又要回来呀 你为什么又要出现在我生命里呀 淼淼淼 淼淼之所以骗你 就是不想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她现在生活得很平静 你在这儿这样折磨自己 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是生活得很平静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生活有多么混乱吗 我现在甚至连爱她同情她还是恨她我都搞不清楚 可是逃避也不是办法 现在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 你能把她像一个普通朋友一样去对待 普通朋友 我怎么可能把她当做普通朋友 这事情要再摆在你身上 你能把她当做普通朋友吗 你不要打扰我 让我好好自己安静一下好吗 你觉得我是在打扰你吗 黄耀强我是你的妻子 你现在碰到这么大的问题 会有义务陪着你一起面对呀 而且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如果你们彼此一直沉浸在回忆里边 那只会让彼此更痛苦互相折磨不是吗 你说的我都懂我都明白 但是我现在就是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 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呢 如果是平时我可以给 无限制地给你时间 可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 爷爷在病危的时候 难道你想让爷爷带着遗憾离开吗 我当然不想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时你在我爸妈面前 对我许霞的誓言还算数吗 你选择跟你过一辈子的人到底是淼淼 还是我 哪哪哪 哪哪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还不了解我吗 我了解你 可是我想从你嘴里听到答案 我选择的当然是你 我选择的当然是你 但正因为这样我更加没有办法面对它 好 我现在更加确定我要陪你一起面对了 小强 你现在碰到的难题 淼淼一样要面对 可是只有你们彼此能够打开心结 才能各自幸福地生活下去啊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陪着你的 是 你是去上海临时工作的 不是 公司的总部就在上海 被调到总部去工作的几率啊 跟被雷劈的也差不多 请知道居然把我给劈中了 这你这么说 我也应该去大鱼里走走 自己找被雷劈啊 我已经被劈了 还是被沃滑的部分呢 就是我 panch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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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ls 我就是觉得我们俩挺像的 我们俩有可能上辈的是一个人 这辈才分开 拉倒吧你 骗高中小女生呢 不过 我也觉得我们俩挺像的 不正吧 我就是觉得 觉得什么 觉得 就要不然 要不然什么 要不然就 祝你在上海一切顺利吧 你刚说 要不然 后面是什么 有吗 没有 一路走好 谢谢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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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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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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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琳达 你看看你自己 哪里还像个女人的样子 每天就知道工作工作工作 地球没了你照样转 生病了就应该好好休息 知道吗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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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过你爸爸 我要一辈子照顾你 就算我们分手了也一样 只要还没有人能够替代我的位置 我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我不想看见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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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照有面包 明天早上带着当早餐吃 夹着果酱 我那堆外卖单呢 我给你扔了 你有病啊 你知不知道我攒了多久啊 从今天起 不准再吃那些满地式泥 吃饭 赠 头发丝 和油肩 苍蝇的小馆子 病从口入就知道 黄小强 你有资格说我吗 是谁一天到晚说 不甘不敬 吃了没病的 你嘴上这个疤是怎么来的 你还记得吗 你跑去吃路边的羊肉串 最后被那个签子烫了 还让老板多送你两串 不是吗 又是谁大学毕业的时候 因为一串什么麻辣烫 跟人家高年纪学生给打起来了 好像是你吧 还是你了解我 这些事我自己都不记得 你什么时候走 你吃了饭我就走 谁要吃你做的饭 我 我辛辛苦苦今天一天 在你家当小事工 就得到你这样的评价 还有 我可是第一次给别人做饭 你要是不吃 就太不给面子了吧 你是第一次做饭 真的假的 那我吃完你就走 行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我要快点吃啊 吃完你好走啊 既然你这么想我走 那我现在就走吧 等等 刷完碗再走 不是这样吗 以后如果你家需要小事工的话 你随时打给我 我按照市场价的交务者给你 行不行 刷吧 我的背影是不是帅气不减当年 你就知道我在看你吗 你是自恋不减当年的 我背上可是长了眼睛的 行了 这下你不赶我走 我自己也得走了 再跟你说一遍啊 吃完饭 记得吃一顿药 晚上之前 把那热水给喝了 明天早上记得带面包 当早餐吃 还有 以后上班不要再自己开车了 你还危险了 走了 鹿里巴索 我开不开车关你什么事啊 冷静 我去吃完 大妈 吃完蛋了 冰晓 小吃完蛋了 小吃虎 爱看 我去吃完蛋了 我去扣子 打扣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是不是忘了手机了 你撒谎的水平音乐停留在幼稚园的级别 毕特 对不起啊 昨天没有去接你是因为我生病了 我的手机 是 病了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我 不关他们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你们都回去工作吧 毕特 昨天我发烧了 我觉得我开车可能不安全 所以我开了一半以后就直接开回去了 对不起 这么严重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他不知道 知道 现在立刻给我定全市最高级酒店的烟雾羹 立刻从我来 现在 你 是 走 走 不用这样的 毕特 我只是一点点小病了 公司是我的 我说算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在干吗呢 包粥呢 你说你一个堂堂男子汉 记着个围裙 在厨房里面做饭 像什么样子 有一句话你听说过没有 要想当个男子汉 宁可饿死不做饭 妈 你这哪门子名人名言啊 你思想怎么那么封建啊 你是古人吗 我不是古人 这句话呀 是出自 杨洁名言录里边的 你这给谁带去啊 同事 什么同事 给那个小妖精吗 妈 你说什么呢 她昨天生病了 不准拿走 干吗呀 我宁可把她倒了 我也不让她吃 不行 爸 你怎么穿那么好看 你是不是去贵老型人 强 强 你跟我回来 干吗呢 一大早就等你这女高音了 你知道你儿子在干吗吗 一大早 他竟然在这儿做饭 这不挺好吗 你不天天骂我 说不会做饭吗 你是你 我儿子是我儿子 我绝不能够让我儿子 干女人干的活 你知道他在为谁做饭吗 谁啊 给那个小妖精 别说那么难听 什么说那么难听 我辛辛苦苦 把我儿子养到了快三十岁 他做的饭我一口都没吃过 凭什么让他先吃啊 行了 行了 毕竟跟儿子一辈子的是媳妇 不是咱嘛 做的什么呀 咱们也蹭点吧 小米粥 各官请坐 小米粥两碗姜菜一碟来了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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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 这么快就送来吧 非常感谢 不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一共是九百八十元 九百八 好 麻烦送到总经理办公室 好吗 谢谢 一碗 带他们去 好的 这边请 哟哟哟哟哟 哟哟哟 干什么呢 改善否食了 谁点这么贵东西 娜娜呀 不是娜娜点的是皮特点的 皮特 对 那假忍鬼子来了 他已经说娜娜病了 就禁论我买这些东西 高级酒店的付费 就一百多呀 你这是什么 路人 这是 嗯 这个叫 断魂汤 是我跟那家一回子的见面礼 把这些先吃掉 再谈工作 皮特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 我是你的上级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好 你是我的上级 也希望你自己记住了 娜娜 谁是你 进去办公室不知道先敲门吗 不好意思啊 是你 是我 你没认识啊 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大老板吗 谁不认识啊 娜娜 娜娜 你的病刚好 我特地给你熬了点小米粥 不要直接油腻的 喝点清淡 吃完我再来收我的 好 忘了带勺了 这儿有 老板喝 那 没什么事 我出去了啊 出去吧 等等 还有事 昨天你说把我手机给拆回去了 这么大事你说我怎么忘了呢 昨天你走得急 我就顺手给你穿上来 还给你充满电 给 出去吧 出去吧 好 那我走了 拜拜 大老板 给你们把门带上啊 你和她的关系 已仅限于上级和下级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在我们的视频里见过她 我在我们的视频里见过她 见过她 怎么可能 戴安娜 我们应该坦白 皮特 现在是在中国 如果你不想引起大家反感的话 最好说中文 我已经让你反感了吗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她在公司里做什么 她就是一个打杂的 我说她 立即辞退她 皮特 我希望你不要把个人的感情 带到工作里面来 黄耀强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 我为什么要辞退她呢 我和她的关系和你一样 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对不起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一会儿再向您汇报 老板 我生气了 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 把这些吃掉 这是你用的主 你拿她干什么 你还要喝吗 所以你的名字是黄耀强 你能不能说中国吗 好的 听说你是这里打杂的 行政助理 办公室 行政助理 风达集团 全球几十间公司 还没有办公室 置入理 这样一个部分 没有 不代表没用 好的 既然你是这里打杂的 行政助理 行政助理 那么麻烦你帮我做件事情 替丹娜将这童女的东西 倒掉 这是丹娜的意思 那我就问她先 风达集团的规则 未经上级许可 不得擅自创入办公室 丹娜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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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啊 想死我了 想死我啦 想死我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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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逗 我说你变态啊 你这邋遢的习惯什么时候能改啊 你这凶兆和臭豆腐放一块儿 活该没男人要你 我的内衣怎么跑到那个袋子里去了 算了算了算了 你帮我扔了吧 被你碰到的东西在穿我身上 好像被你摸过呀 你想想我就恶心 呸就你 你就是脱光了 站我面前我都不碰你 行了 就这样 你好 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是黄耀强先生的妻子 是这样的 我呢 想给他一个惊喜 所以 您能不能帮我开下他房间门啊 这个 是我们两个的结婚证 你不说好请我吃饭吗 怎么又来这儿干什么呀 还真又能吃又能玩的 多好呀 是是 我告诉你啊 今儿我请客 你可千万别拘折 真大法 一年就这么一回 我得好好敲你 得 服务员 先跟我来盘臭豆腐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二十九了 我除了不正经的时候 其他时候都正经 你要真的正经的话 就不会干那么多糊涂事 有话就直说啊 别管我摸脚的 没事啊 挺好的 祝贺你 又老一岁 新的一年 一切从新开始吧 不 什么叫从新开始啊 我现在过得不好吗 挺好的呀 就是希望你能擦亮双眼 看清你周围人 去 点东西 去 点东西 好了 哎呀 豆豆 别叫了 叫魂呢 你说你这小身板 怎么那么弱不尽疯的呢 吃的东西都一样 我怎么什么事都没有 您老人家到食物中毒了 慢点 我这叫 英雄也有歇脚的事 得 那你歇着吧啊 又拉又吐的 这还有力气跟我拼 哎呀 慢点 慢点 哎呀 我这关键时刻 才看出来谁对我好啊 原来你也是有人性光辉的一面的呀 你才发现啊 喂 喂 你在干嘛 哦 我在外边玩呢 几个朋友跟我一块唱歌 谁呀 唱歌呢 哦 不好意思啊 我这么晚才给你打电话 是因为我怕你不想听我说话 可是我又很想跟你说一句 祝你生日快乐 没事儿 能收到你的祝福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那你还生我的气吗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又惹你生气了 我知道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好 只要你不生气 你怎么罚我都行 你要说一点也不生气 那是不生气的 但之前我脾气确实也有点大 所以 我也跟你道歉 别别别 你不用跟我道歉的 其实你只要不生气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小强 你听我说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请你相信我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 好不好 行吧 那我就再信你一回啊 干 你家里在家待着不不不不良啊 要是没事干的话你 你来上海玩两天呗 你刚说叫我去上海 是因为你想我了吗 不是 不是 黄小翔换药了 我这不是也让我妈消消气吗 那什么我朋友刚才叫我了 我 我先回去了 好 晚点再说 拜拜 拜拜 怎么还叫菊呢 那你个妈不告诉她你在医院呢 多大点事嘛 我也不劝你了啊 既然你那妈还犯贱 我劝你干嘛呀 我图什么呀我 好 等你回来了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大财务 我知道 你对我呢 是恨铁不成钢 你拉倒吧你 但是我还真是要提醒你 通过我的惨痛经历 必须告诉你一个不然的经验 拜托 如果你真的觉得要原谅她的话 就忘了她所有之前跟你设的剧 所有骗你的事 她如果以后再骗你 你也得彻彻底底当个大傻瓜 收起来 员 去吧 行 没问题 护你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是谁 我强哥 这么点小病对我来说 小菜一碟 真不用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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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风一吹还真不行 行啦 我扶你吧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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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逞强你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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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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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近没少吃吧 怎么没忍中了呢 你才中了呢 还得让你多拉几次 行了 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哎 等等 等等 怎么了 嘘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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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喂 你回去了吗 还没呢 你跟谁在一块 跟几个同事 还有一起培训的同学 怎么了 没事 那你早点休息吧 好 你不用等我了 我回头给你打电话 实在明天给你打 拜拜 我是你同事啊 回来 小点儿 好了 好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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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没事 什么情况 还能是什么情况啊 除了贾点大还能有谁啊 我真服了他 什么招都使得出来 我去找他 放车 你怎么在这儿 看到你逞什么墙啊 上车 你跟踪我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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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啊 你放我下来 我招人的裙子 你会冲破了 别人看 你 你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 黄晓强 你放我下来 听见没有 喂 你 你干什么 我一下 别动 我告诉你啊 我这门手艺 可是我们老皇家祖传的 一般人他不告诉 捏完之后 保证明天你就能下地走路 疼啊 知道疼下次就别逞能 行了 现在脚也崴了 好好休息休息 就别得瑟了 在家待着 哪也别去了 你现在心里肯定特别得意吧 你看见我这么狼狈的样子 你肯定特别开心 贾姐大 不是我说你 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爱逞强 你心里有什么困难你就要说出来 你说出来周围人都会帮你 你不说出来憋在心里谁知道呢 黄小强你有病吧 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觉得你自己太有能力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贾姐大离开你以后 我就生活不下去了 你离开我以后你不是生活不下去 但事实证明你离开我以后 你确实过得不好 黄小强 我告诉你 我离开你以后我过得很好 我过得非常好 是你自己狗拿号的多管钱上 你给我走 我狗拿号的 行 行 那那这话可是你说的啊 那我今天就好心被你当成驴肝罪 下次别说你脚崴了 你就是脚断了 残了我也不会管你 滚 你又回来干吗 躺得挺舒服的 对了 你今天找到驴肝罪了吗 我一看见你 我就倒霉 还不让你害的 我脚都快残了我 你别跟着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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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严重啊 看来是没找到亢下总盛 看来是没找到工薦总监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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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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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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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所以 所以我们一起 我们都觉得分开可能不是什么坏事 想跟我来这一套 你以为我把你叫出来是想让你们重新开始 做梦去吧 我告诉你比你好的男人有的是 有的是 我今天只是来讨个说法 我警告你 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分开了吗 从此以后 你不能再去打扰她 别再打扰她的生活了 每次你的出现就是对她的伤害 明白了没有 如果你还心里有点念想 就别再去想 你结婚的时候承诺你没做到 但是这次我警告你 不能长发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如果这样做对她好 那我答应你 想跟大家分享到她的内心 可是她是没 techn了 失去的 我们去决定一遍 trabajando 我说我一言 回去 的 我也不堅持 我不去 我一会儿就吃点儿乐 知道他爸喜欢什么 手劲你的四郎本贱 行了你 走了 我咱们找妈妈去了 不谢啊你啊 今天有两个特别来宾啊 谁啊 来了 娜姐 来了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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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谢谢 谢谢 好久不见 上次的事情谢谢你 不客气 这位是 在下朱振华 嫁嫁那个同事 那 那什么 大家大家快快快 进去坐吧 好不好 来来来 坐坐坐坐 来来来 来 请请请请 豆豆姐 来来来来 坐坐坐 我碰到你个同事 你打个招呼啊 好 不妨过来 别看了 眼珠子都掉盘子里了 来 吃点好吗 来 哥们 喝杯酒 对不起 我不会喝酒 我没听错了 哪有男人不喝酒啊 你要是不喝你就看不起我啊 我们有缘相见 我们有缘相见 就已经是朋友了 我真的不能喝酒 我就已经过满了 行 你不喝我自己干了 虽然我不懂喝酒 但是我对九文化略有研究 喝酒应该小卓 你不喝酒 才有味道 你和加点娜真是同事 当然了 什么同事 我们都是深圳建祥 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 那你们到这儿来干吗呀 我们在这儿开了办事处 我和加点娜是第一批来的员工 是加点娜主动要求来的 还是公司派他来的 我们都是跟人打工 但是不从领导安排了 好 您是做什么的 我 我给你朋友合开了一工作室 那您的工作室 一定需要一个会计师 给您做账吧 我可以介绍我们公司吗 可以 先把酒喝了 不如胡学 言德胡辞 这是我的名片 这是我们的资料 请你看 你是 电话联系 有任何需要给我打电话 打脚了 打脚了 好 好 你好 你好 深圳建乡会计事务所 深圳 上面有我们公司的详细介绍 您看看 您看 有任何需要给我打电话 深圳建乡会计事务所 这是我的资料 有任何需要给我打电话 这 这是我的名片 吃好喝好 魏豆豆小姐 我们公司的业务范围有很多 你 老朱 你在干什么 你喝多了吧 你干什么呢你 我没有喝多 我在想魏小姐 是接受我们公司的情况 豆豆 不好意思啊 那个她喝多了 她一喝多吧 她就把自己当成那种 简破烂烂收费品的 我 你干什么呀你 是不是想回去让经理 让你去那个茶水间 说茶威权 走走走 行了行了 是为了工作 不好意思啊 再见啊 走了 电话联系啊 再见啊 电话联系 电话联系 跟谁电话联系 电话联系 什么电话联系 不好意思啊 她喝多了啊 走了 走了 再见 再见 大胖 我们先走了 她有点事儿 电话联系 她喝多了 您不用理她啊 拜拜 谢谢 谢谢啊 走了 看不出来什么关系啊 电话联系 什么关系 不是关系啊 还能什么关系 男女关系 没事儿吧你啊 人都被你丢进了 跑这儿来扒 你行不行 你喝了多少酒啊 成这样了 一杯啊 一杯你就喝成这样 我 天哪 没事儿吧 赶紧走赶紧走 一会儿服务员看着来 来来来 腾一下腾一下 吃早饭了 怎么回事儿啊 这太阳没变率啊 怎么都有这么好啊 改当厨子了 我这不是看咱们 每天加班怪辛苦的 那也不能老吃外卖啊 我不健康啊 就买了个电子弩 随便弄了点 可以啊 你还有这门手艺啊 嗯嗯 而且啊 你今天不用加班 魏总 你说咱们公司 有个女老板就是不一样 这管理制度就是人性化 先别说你先帮我找找 那个那个上那韩总的电话 找半天怎么找不着呢 我名片都在这儿了 不能弄个名片 你家车就乱了 不是啊 这不是不拘小节吗 这上哪儿去呢 是不是这个 不是草 这不就这儿吗 是这个啊 我先给她打瓶吧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你待会儿再吃 一会儿再吃一会儿再吃 哎 哎 朱先生 够准时的呀 鸭耳表来的 我向来准时 微豆豆小姐 非常高兴在此 我也挺高兴能再见你 别让你东西喝吧 服务员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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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您好 这是我们的菜单 我要一杯白开水 先生 我们这儿的最低消费是每月二十 白开水是免费的 请问您还要些别的吗 最低消费二十 这是谁规定的 你们这是有点 不太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保吧 不好意思先生 这是我们店里的规定 那我告诉你 你们这是在饭 算了算了 就等我姐 给她一杯美食吧 好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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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小姐 您也许觉得我这样做 非常多愉悦 非常可笑 但是 请相信我 任何的大事情 都是由小问题 一点一点激冷起来的 周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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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非常对不起 这是我们公司的 基本情况介绍 最后一页是我们的家务表 你们这公司地方 还真是够偏的啊 就住在附近啊 我们住的是一套商住联用房 一半办公 一半用来做员工宿舍 宿舍 宿舍 那甲甲娜也住在哪儿 是 我们现在条件是一般的点 但是公司业务刚刚起步 但是我们将来一定会有自己专门的员工宿舍 也会向公司申请做法军贴的 你跟贾远达住一起啊 不 我们一人一间 剩下的座仓库 魏小姐 我来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业务准备吧 你看这个 你觉得家里拿着人怎么样 我从来不在背后遇乱他人 静索当司机国 闲谈莫罗人为 我呢 觉得你这人还挺特别的 那你有女朋友吗 男子汉大丈夫 公为成名秀 没有什么资格担情说爱 有喜欢的人没有啊 魏小姐 这是我的私人问题 我可以选择不回答 你看啊 我得充分地了解你 才能对你们公司有信心 是不是 您放心 无论我们公司还是员工 我们都是非常负责任 而且有专业素养的 那这关系 还融洽 非常融洽 你就针对贾连娜 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话什么意思 你看啊 我呢跟黄小强 都是贾连娜的好朋友 都特希望她能找到 一个好归宿 就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又朝夕相处 这肯定对对方有感觉 你说是不是 魏豆豆小姐 请你不要这样侮辱我的人格 我朱振华为人处是坦坦坦的光明磊落 我和贾连娜 是清清白白的同事关系 我从来没有半点非分之扬 也绝没有做过一点月隔的事情 我希望你严肃认真的向我道歉 好好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别的意思 我们也是希望她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你说是不是 一个人的生活 应该这个人自己做主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 好吧 我接受你的道歉 大家抱歉 我要走了 服务员 买单 来 你公司是我 别别别 朱先生 这顿我来 就当是赔罪了 这是我的这份 二十二块的毛钱 君子不受 既来之事 告辞 疯了 杜正华 你快帮帮我 你干吗呢 看不见我搬进我的东西吗 你帮帮我呀 你干吗呢你 知道三八线吗 这就是三八线 从今天开始 如果朱正华 遇过这条黄线半步 我就终身不娶 还三八线呢 才三八呢 三八 三八猪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终身不起喽 白天喽 我不是这么多的 我不是这么大 你不是这么多的 你不要再做